字幕志愿者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光料 Joa 今天想谈访建制民建联 1月31日提出了一个变革香港的新概念 基本上它里面包括了三大理念的定位 和六大政策改革的方向 他们希望由过去的参政议政变为参与管治 未来以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 希望帮政府有更多建议 我们看到香港的政党政治 在立法会直选之后一直不同的政党成立 这次民建联似乎成熟了 所谓成熟了就是我们看到过往 任何政党每一年可能就唯唯落落 要做些什么 没有什么挡纲 政党本身没有治港理念 所以形成到香港的政党只喊口号 这次民建联 我真的要赞一赞 三大江领六大变革 这六大变革或者三大江领 究竟能不能将民建联退变 由一个只是以政 现在他说的不是我来说的 只是以政而走入参政 甚至乎将来施政的一个党 我想很坦白 我们看过去的几年 其实我想公道一点 不要只是一面倒说 很多党只喊口号 其实我想是这几年的环境 整个香港整个国际环境 其实有太多事发生了 去到2014年违法占终 接着去到2019年 年中的时候开始反修例 一路一路你看到香港的情况 越来越严峻 去到找外势力 即是外国势力 又去到打到香港全坏了 整件事政府是束手无策 即是去到国安法推行 去到很多人被人逮捕 其实政党也很难不怪 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你真是看到了 即是看得比较通透 或者这么说 我有我的看法 过往我们由违法占终 去到政党拉布 到现在暴乱 似乎是 你做建制派 其实都没有什么云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政府都不让你参与的时候 不是 因为我现在都不觉得 反对派有云行 即是建制派在这个时候 其他反对派拉布的时候 政府做得好 那建制派当然好 因为你支持他 政府做得不好 建制派就大事了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会被那艘船的方向 一拉就拉在一起下去 你看一下 即是你看一下 不仅是建制派 是整个香港一起拉倒下去 是 但反对派有多话说 即是你看一下他们这样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过往的香港的政治 在行政和政党之间 即是在特首 政府和政党之间 关係很微妙 就是说政党好像没有什么作为 你想作为就作不到 根本就显示出什么 你好像政党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执政的意欲 是一个大党 但是那个大党 那个大党里面的人 只是提出意见 就没有人去推动政策 好了 这一次 即是我自己看 是有危 一个很大的危 就令到国家安全受到动摇 甚至乎很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国安法成立了之后 应该是建制派党派的机会了 但做得好不好 就要看他们了 因为你过往都是跟着政府走 即是政府推出什么政策 特首施政报告 订出来我要做什么 你就去告诉他们 你应该做什么 但现在似乎我看到民建联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无论你在香港的教育 或者是法治 其实你都见到 因为反修例事件 拘捕了这么多人 其实社会衍生了很多问题出来 都是关乎 其实政府里面有无论是官员 无论是政府里面的人 无论是他们的机制 的速度 你都见到其实大家都见到 其实很多东西是疼冷呱呱呱呱 也是一个铃铃反应 你不每次改新的事情 最终大家一起坐沉船 作为一个小市民 其实我们如何看政党 或者政府 其实我们是不懂的 即是說一般勞動階層 或者不要說勞動階層 是中產 認識和不認識 我就是想解釋給大家看 我們是不認識的 政府說在立法會議事 三不三讀通過 怎樣通過 那個法案怎樣走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 新聞報道不說出來 說某某政策通過了 然後我們只是看影響 對不對 小市民是這樣 我們看政黨又怎樣 我們只是看政黨就說這個政黨好 還是不好 其實應該取決於他的黨綱 或者他的黨的理念 或者他在地區的工作做了多少 而不是只有一張嘴 只有一張嘴 我要爭取什麼什麼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by result 是不是 小市民是最現實的 我只是想生活幸福 我只管理什麼什麼 總之我六十五歲 我要一路有兩元去搭交通工具 一路一連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過往這些黨派 很多時候比我們都很模糊 就是說政府有一個政策出來 他才表態 其實不是你作為一個政黨 你本身有政黨的原則去看一件事 一早就應該是這樣 公平一點說 很多不是馬喉炮 很多都不是 很多是之前真的有說過 其實應該是六十歲 而不是六十五歲 其實他們是有說過的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說 譬如你說 你說法官的 你說其實是否應該要有監察的機構 去監察他們 而不是到我開始有些法官說奇怪的判詞 大家才撲出來 但是你又要想一下 如果不是有事發生 你都不會知道原來政府的機制是這樣 所以其實民建聯他們分了六個政策去改 他們分了行政改革 亦有經濟改革 土地改革 司法改革 青年發展改革 以及二次分配機制改革 其實他們的範疇覆蓋率都很廣泛 我想我們遲一兩集 我們都會找一些嘉賓上來講一講 當然希望他們來解釋一下 會的 還有民建聯發表三大黨綱 政綱或者六大變革 在我們看下來 就是民建聯的施政報告 很簡單 但是很可惜地早兩日報一報 然後沒有了 問題是甚麼呢 一個影響我們香港這麼重要的政黨 他發表的施政報告 我們是否應該都會看看 即是讓他發表一下 然後去看看內容是甚麼 涵蓋了甚麼範圍 其實六大變革裡面 很明顯民建聯看到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主席李慧琼 就是我今次真是 你可以在 Stary 那段說話裡 你就看得出 今次他們真是 完完全全看得到 政府其實是在做甚麼 他就說 沒有有強而力的政府 沒有有積極有為的政府 縱使有更好的藍圖和理念 都未必能夠執行到 過去媒體和市民都會批評 政府的官僚和僵化 效率慢 尤其是在今次抗疫 都真的很容易反映到 過了一年 都未協調得到 還要這麼多流動 行政改革是一個很重點 希望在現在這個環境 確實如果有能夠 可以落實愛國愛國者治港 民建聯應該推動改革 是會更加順暢 所以他今次發表的這個變革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真的做得不錯 還有他看到的甚麼深層次問題 第一就是政府行政效率過低 政府的結構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回歸這麼多年 這個香港特區政府其實是未改革過的 在董建華年代 曾經問責制地成立了局長制 但之後其實問責就是問的 是不負責的 現在我們看到這六大變革裡面 你會看到土地 政府的行政效率 以及公平分配 即是說這三件事 很明顯民建聯看到 香港三大重要的深層次問題 解決不了 如果解決到 香港是有未來的 你只要看兩件事 其他事情不要說 你只要看 你現在才要所有公務員宣誓 我覺得2021年才要他們宣誓 我覺得簡直是一個笑話 不過遲離比不做好 你說抗疫的 你說說真一句 不要說甚麼 我都不要跟其他國家比較 你說七百萬人 你搞了年多你還是這樣 坦白說 你說做好過不做 你為每一區突然間特集式 封大廈或封大廈 你問我 我覺得做好過不做 但政府不應該這樣行 不應該沒有方向 亦沒有前線的工作 你好像救火一樣 這裡有火 那裡有火 說真的 香港人可以捱到多久 失業率已經創新高6.6% 你想想 你怎樣捱 一個聖誕節一個新年 你記得行業是靠這兩個節日 大節去賺錢 可能是靠這次去賺一年用 但我自己看 這次民建聯的用心地方 是值得讚賞的 但它怎樣用心 或者長遠怎樣做法 我真的很希望 例如Stary可以向我們解釋一下 會 會令到全香港的市民都看到 這個黨 由它創立的時候到現在 它不是只有一個說字 它現在真的做 起碼它是不停進步 起碼是這樣的 很多人可能看到 它的六大政策改革方向 你只是看哪個範疇 或者看它的範疇 其實你都未必知道 它會怎樣做 但你一看完李慧琼說的那段 你就覺得原來 你們真的看得到 找到一個重心 我由他那段說話 我也有些感受 就是政黨應該有政黨的理想 那個理想不是單單要 政黨輕隆或擴大 政黨的理想應該是服務人民 為人民服務 我們看到 即是我們的特首 其實我都不想說 即是說誰好與不好 但有一些東西 你可以說的其實 現在個個都說的了 有些東西我從來都不認同 某一個領導人自己邀功 你很明白 作為領導人 就是香港市民開心 他就有功 香港市民不開心 其實他應該負責 我最近看到有些事情 我自己都覺得 為何會是這樣 就好像房屋 某某房屋的話事人就說 我們這次賣樓很成功 即是基層的換言甚麼居 很多年輕人想買大一點的樓 然後特首就走出來說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的功勞 很多人等供屋 由兩年等到四年 由四年等到五年 現在等到七年都不能上樓 香港的房屋政策失敗得不得不 我看到民建聯所說的土地變革 我其實很開心 即是說 出之有一個黨走出來 敢鬥這個問題 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民建聯裡面 Stary也有說 他們在內容裡面說 他們會培育政治的人才 年輕的人才 其實真是對的 我們看到現在參與政治 或者對未來香港政治有希望 或者有能力的人 似乎都是限於議政的 想走出來施政的 或者一展抱負的 真的都看不到有誰 除了葉太當年曾經參加特首選舉意外 我也看不到有哪一個政黨 會有這種遙遙弱視地走出來自下 這個可能都是香港政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加這麼多年輕人 一聲跑出來 每個二十多歲 十幾歲都說有的 你不要理他 他有號召力 他在年輕人那裡有號召力 我甚至乎覺得那些人 你突然之間有一天被他說 我上來執政 他都夠膽走出來 他夠膽 他沒有負擔 他沒有負擔 亦沒有責任 但問題是 我們建制派這邊 有沒有一些那麼有膽識 當然只有膽識也不行 也要有能力 有黨派支持 他的理想是能夠貼地 但我看不到有 正在培育 所以政黨未開始培育 是一件好事 我們今集天光料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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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partager 然後 展